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集我们就讲了酒店的窗户 上两集我们讲了酒店的窗户 酒店的这一面镜子很可怕啊 给大家看一看 看不看得到这里 转不过去 转得过去我给大家看这面镜子 来看一看吧 这面镜子太可怕了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 对着窗外的风景 我就直接讲我的感受 风水专家有很多说法 我直接讲我的感受 我只讲不好的 就跟我们讲百家的时候 我们重点的讲怎么样会让你输钱 像现在这样的 非常漂亮的花园 这个前面我们这个阳台前面还种了树 然后下面还有这个漂亮的花园 漂亮的各种灯光和漂亮的海面 这个我们就不用说了 当然好的 我们现在就讲不好的 大家要避开的一些 我个人 这纯属我个人的经验啊 那么呢 我去看了一下风水专家的一些说法 基本上也是对的 我认为第一个窗户外面对着乱糟糟的那种房屋 我就不想说了一家酒店 澳门有几家酒店就是 你从酒店上面 它那个窗户看下去 哇的天哪 乱糟糟的看呢 就那些破防败瓦 还有些呢 就是甚至呢 你直接就能看到那个垃圾桶垃圾堆 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好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对着 你对着整面建筑物 就等于整个建筑物 对着你 不管是东面的太阳 还是西晒的太阳 所有的阳光都进不来 就一桩屋子全部对着你 你呢 干什么事呢 也必须得去拉穿连 否则你的隐私是暴露无遗 那我认为这样的也不好的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另外的一个建筑物 它本身就是一个尖的 像那个中国银行 就是香港的那个中银大厦一样的 就是像一把刀锋对着你 或者大家去想一想 我们有一个视频讲新普京的 新普京门口的 就是这个像一个刀锋一样对着你 那么呢 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 这个建筑物 它并没有建筑物像刀锋一样的 可是呢 它的那个直角的那个角 就这样对着你 就像一把刀一样的嘛 对着你 你怎么会好得起来呢 对吧 那么我 我还有遇到一种情况在澳门 事实上我直接跟你们说 澳门有两个酒店的 有一个面 一个是美高美的 一个是利奥 其他两个酒店我都没注意 它对着什么呢 它对着神像 就对着那个 美高美的那个海边啊 不是有一个观音像吗 非常漂亮的 我的天哪 那两个酒店 利奥和这个美高美 其他的酒店我真的没注意 像永利我就没注意 永利应该也会有吧 永利应该也会有 会有 就是有一面 你在窗户一看出去最显眼的 在利奥远远的就可以看得到那个神像 本来是好事情 可是问题在哪里呢 他在你的脚下 你高过神像 你比神灵还要高 那当然就不好了 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曾经呢 住过两个城市都非常巧 我就住在 而且这两个城都是非常有名的 是在市中心的寺庙边上 好是好在什么呢 我的那个房子呢 就比较 比较 比如说五楼 就不算高 因为我以前很早的时候 我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注意这件事 我就说 他们就 就有人就跟我说 他说你要住在这个边上呢 没问题 可是呢 你住的房屋呢 一定要不要比他的那个神像啊 比他要高 好吧 那么还有一个最不好的 就是对着警局 警察局 对着警察局 或者对着部队 那意味着 按照风水上面来讲的话 意味着这个 你有光飞啊 你会惹光飞 我不是那个专家 但是呢 我就一直在注意这些事情 我也收集这些信息 我就一直想说 我在什么地方住的时候 我要注意一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你一进门啊 你在个酒店一进门 像这个其实非常不好的 门一打开 直接对着窗户 泄气 穿堂风泄气 还有如果说那种情况比较少 就两个窗户对着两个窗户 通风的那种 对流的那种 空气好 可是呢 他三人 对着警局那是非常不好的 还有就是对着医院 那大家知道吗 医院都是什么吧 对吧 都是一些这个冰痒痒的 有病一定是有问题的 那么还有人呢 医院还有一个什么地方呢 医院里又是个什么地方呢 送人的地方嘛 对不对 所以说那些地方对着都是不太好的 我想 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经验 我提供给大家 我个人认为呢 大家就是说 首先要避开 遇到这种房间呢 你最好要求换 换另外一个面 就是你住酒店的时候啊 你说对不起 我 我 我这间房子我不适合 或者怎么样 他可能要问你 你就说不用问 你尽量给我换另外一个方向的 只能这样的吧 对吧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呢 就像我们对这个镜子一样的 你把它遮一下 有些朋友呢 如果说身边有这个风水学的这个 专家的话呢 就问问他们 出门的话呢 面对这种情况呢 是带点什么东西 或者是怎么做 那这个我就不是专家 我只是抛砖引玉 告诉大家 窗户非常重要 不能开窗 非常重要 如果能开窗 甚至它不能开窗 它面对 就是有些没房间呢 你怎么办 整个澳门经常就没房间 就这样的房间 你怎么办 不能开窗 你怎么办 那你只有住啊 你不能今天晚上睡大街去啊 对啊 或者去 事实上澳门睡山拿也可以啊 但是有时候山拿 山拿会不会嘛 我真不太清楚 那么你怎么去化解 好 那我们就反过来 我们就要说了 对着什么东西最好呢 窗户对着哪儿最好呢 银行或者ATM机 那一定是最好的 好吧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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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